觀眾朋友你好 二十天前三月十號的時候 德翔臺北一艘貨輪 擱淺在新北市石門區的外海 北海岸因為這件事情 最近有人說叫做生態浩劫 不過至少許多生物 因為這樣子一個所謂的貨輪擱淺 船體破裂 導致所謂的重油外洩的事件 整個海灘是變成充滿了黑泥 而今天也有爆料公社指出來說 有一隻看起來很恐怖的 生長大概是兩公尺 多快三公尺的這個很怪的魚 暴斃在這個所謂的擱淺的船隻 也就是在石門外海的這個海灘 這附近 後來大家說這其實 是不是整個怪魚 這個叫做鯨豚 另外我們的記者也拍到了許許多多 不管是螃蟹 不管是河豚 不管是其他的這些魚類 都因為所謂的這些油污呢 而失去了生命 生態呢 因為這個所謂的貨輪擱淺 油污外洩的事件 導致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接下來北海岸的漁民的生計 剛好這陣子 去年大家看 這個扑灰 什麼很扑灰 在北海岸金山石門地區 他們有非常古老的抓魚的方式 透過一種礦石的這種爆炸 爆炸沒扑一聲 所有的魚在晚上看到這麼亮的光 全部都跳起來 這叫做捧灰 剛好這時候 要來進行捧灰的抓魚 可是因為這一場所謂的油污 污染事件 恐怕整個北海岸的 這樣子一個所謂的捕魚方式 會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接下來漁民的這些生計 也會受到非常大的一個困境 怎麼辦 今天立法委員 質詢這件事情 環保署長 魏國燕先生呢 因為這件事情 他說我今天就辭職下台 辭職下台 是不是能夠解決 今天的事情 我們來看看整個事情 到現在的發展 以及後續怎麼處理 先來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金山文史工作室的負責人 郭慶玲 郭大哥 大家好 我們特別歡迎是 也是來自北海岸地區 他就是那個捕灰 我們待會再來介紹什麼捕灰 複集二六八號 捕火船的火長 火長就是在抓那個火 在捕的最主要 最重要的人 簡文龍 簡大哥你好 對整件事情非常熟悉 之前所謂的貨輪擱淺漏油的事情 他也非常深入研究 甚至是去搜救 去除屋的 中醫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鄭明修 鄭老師您好 大家好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 與資源管理所 他之前是立法委員 同時之前也是環保署的副署長 邱文彥 邱教授您好 大家好 前立法委員田邱警 邱警委員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是爆料公社 在今天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所PO出來的一些照片 大家看到這個照片 一定會覺得第一個不舒服 但是其實看起來事情很嚴重 不過等一下特別請教鄭老師 你怎麼樣解讀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德祥臺北號的這艘船 那發現這條魚呢 就是在這艘船裡面一點的 這個北海岸海津 看到這部魚 大家怕就是 可能不太清楚 這個比例 你看旁邊的舊頭 大概是超過兩公尺 兩米以上的這部魚 大家說這是什麼魚 看起來很恐怖 頭都冰魚了 蚵蚵蚵蚵 我們來看看這個 其實這個就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是他的牙齒頭部 那他的背部呢 其實已經腐爛掉了 那腐爛的身體呢 沾滿了黑污 也是這一次的這些油垢 後面這裡是小破塊 所以你按這個比例就知道 其實很大尾 你說娘的這是什麼魚 怕就死 其實這就是一般的鯨蚵 只是說因為死亡 腐爛之後 大家看起來會覺得很恐怖 那這個是鯨蚵的一些照片 是不是因為油污導致鯨豚暴斃 這個需要鄭老師來做專家的一些解釋 可是除了鯨蚵之外 的確有許多生物 不管是螃蟹啦 或是等一下我們看到所謂的鯛魚啦 或者是河豚啦 都因為油污 而真的是因為這件事而死亡 我們來看看今天因為這件事情 立法委員劉建國質詢魏國燕 魏國燕環保署長說 我今天就嚇他 3月10號擱淺在石門外海的本國籍貨輪 德鄉台北號船隻已經斷成兩節 雖然抽油作業預計在4月1號會完成 就能進行吊寡貨櫃 不過漏油的危機持續 上午立法院多位立委質詢 劉建國質疑環保署未能夠有積極作為動作慢半拍 會不會比2001年的阿瑪斯環保署更嚴重 會期待說我們環保署有更積極應應的作為 而不是只有等待 我們只是叫船東該怎麼做該怎麼做 等待他的慢半拍的這樣的一個反應 環保署啊 環保署你新任的就任 你下幾個署長都沒有那個能力啊 因為你沒有船隻 你有那個能力啊 就算我沒有叫他露台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做下去啦 也不要再做下去啦 存不幾天啦 委員醫師要我今天辭職下台嗎 我沒有叫你今天辭職下台咧 我從頭到尾就沒有這樣 我們這個做不好就辭職嘛 那你就跟你講 你想想要辭職 你就可以馬上辭職啊 是啊 對啊 我今天停辭職啦 我安全你可以馬上走人 魏國燕也當場宣布 下午將地辭辰 以示負責 不過他也再度強調 政府組織在照即將掛牌成立海洋委員會 光平環保署 很難獨立處理這一類的漏油事件 海洋委員會下面不管怎麼說 海峽有海巡署 海巡署有很多船艦 有船艦的話呢 他可能就會有些能力 2001年當時環保署長林俊逸 因為阿瑪斯號污染肯定海域下台負責 魏國燕也因游巫事件請辭 行政院長張算正在得知後表示 魏署長處理貨入意外表現稱職 一定會未留 記得成熟眷寧之間台北報導 比賽 いる 感谢观看